贝经是童子宫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练武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功就是内在的力量 武是外显的 没有功 只有武 就是花拳秀腿 看起来好看 实际上不中用 学佛 贝经也是基本功 童子宫 贝勒 那些才是自己的 所以出入佛门的 先练功 就是贝经 普门品 地藏经 金刚经 普贤行愿品 这些短的贝下来 贝经多了能消业障 增长福报智慧 而不是听了很多理论 在哪里耍嘴皮 花拳秀腿 贝经要慢慢来 莫有那么容易 可是呢 能增长很多福报 福报有了 才好修行 经碑了 很多东西慢慢就懂了 也不怎么需要去听讲解的 但是贝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一个房子建设 地基最困难 贝经也是最困难的 但是贝经被好后 很多道理就真正明白了 上面的建筑哪怕多高 都是比较简单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树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